民主变得坚韧或是衰弱 在于公民不放弃珍贵的选票 选出不会有弱点 敢于监督官员的名代 选出态度正确 勇于纠正错误体制的首长 欢迎收看神圣一票投给谁 第五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频道 在这里 分析大众媒体 较少碰触的议题 希望能够促进台湾进步与实力 面对11月选战的来临 民主珍贵的一票在公民的手上 放弃投票 只会让更糟糕的人 在较少的票数中 更容易操弄 让每一票都能够入柜 是增加民主选择的多样性 代表公民珍惜手中自由的一票 政府通常不喜欢别人 揭露政府的不失之处 以下来探讨 财政部以电话查税 不要小看这少数的个案 所谓千里之题 溃于乙穴 官员扩张法令解释权 代表权力的傲慢 藐视法治精神 以下 请看 那今天要和大家一同探讨了呢 是有关于存在我们生活的周到 随处都可以见到的 障碍 而他与政府的 诚信施政 有着其他的关联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要针对这个议题呢 一起来探讨 若是政府不诚信 那将带给人民的痛苦指数会有多高呢 那其实现在最热门的啊 就是说用简讯啊 写着说 因为疫情受到影响啊 所以卫福部啊 提供给确诊者3到5万块的补助金啊 然后再附上这个调银的连结啦 然后用这个各自啊 来绑电子支付 那因为这个银行的户头啊到了被绑定嘛 那导致说你这个户头啊 因为电子支付啊就被倒转成功 其实这个 很难求偿啦 那我今天也是特别提出来 希望线上的好朋友 要特别的来注意注意这个诈骗的问题 那么正因为 电话的诈骗呢实在是太常见了 所以呢各个金融机构啊 机关团体啊都会纷纷的 来提醒民众说 绝对不会利用电话来通知公路 以避免啊人民能再次的上到受骗 但是呢大家有想过吗 其实离谱的是105年啊 国税局竟然是以电话查税 来突袭调查 太子门弟子 带头做起了坏榜样 骚扰来恫恶人民 到底是有什么意图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看这段 当年时任立法委员的 房多昌委员 紧急召开的记者会 来通替国税局的过程 她说她是国税局 她也没说没得到我说我是不是本人 她就开始讲85年 这85年离今天105年已经20年了 她要我去回答20年前的事情 她都没有听我的陈述就自己说 要我回答 但 真的是很 很害怕 然后就 我跟她回答说 我忘记了 这20多年前的事情 我忘记了 我要想想要问她说 你是谁的时候 她电话就挂掉了这样子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跟 跟谁在讲话这样子 我们内部研究的主席 当时有一个经过侦查 讲说我们电话来 来来来来 来调查 是好像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 那是公司会对着企业进入特殊的行政以外 都会用这种方式来举业 但是我们用车的处理 其实我们内部研究过来 也是有多本的 在法令上提示的过来 这种电话调查 那是非常的不得意 过去也没有这个例子过 过去没有 我们也知道这个方式 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本案 绝对是一个特殊的 个案的情况 好 那我们 台北部局王 部局长他也刚才有讲了 我们一般来讲 都是以书面的调查方式 几乎 几乎 没有用电话来进行调查的 那他这个个案是非常的特殊 十一条之五是有说 那原则上以书面 那他们 国税局他就有事先 也 也考虑很多啦 也考虑很多 结果做了一个 以这个书面 能绑查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从 法律上来讲 好像也不能说 他们违法 比较节省计真成本 比较节省计真成本 而且比较有效率的 那也是 对于 被调查者 的干扰 最低的 因为他觉得说 如果书面的人 还要去收信 还有很多的 可能他们有 他们的一个考量 那所以就说 在这个事件上 是不是 符合除外的一个规定 判断 对 判断 那他判六条 那规定说 我们行政机关 要依职权来 调查证据 那对于这个当事人 有利不利的事项 都一定要 有利的注意 那对于调查的方法 是没有做限制的 未来相逢的状况 此例一刊 如果被认为不违法 那此例一刊 如果认为可以被正当化 那接下来这个例子 被沿用到其他个案当中 我们还会再 蔓延 多少 那是 有利不利的事项 你会帮助 说 这下来 你会找到 我 的 你会找到 你会找到 那些 这下来 你会找到 那边 我 找到 你会找到 你会找到 那边 你会找到 那边 為甚麼當我們的稅圈基增法 第十一條之五 已經明確的展明了 說稅圈基增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的調查人員 於進行調查前出通知調查 將影響基增或調查目的者外 因以書面通知被調查者調查或備詢之事有其範圍 那上次針對有關於納稅者 他們在整個稅圈基增程序當中的程序基本人權 我們在稅圈基增法做了這樣子明確的規定 那還會有這樣子事情的發生 那導致接到電話的民眾 他們非常的害怕 他們非常的害怕 然後而且在擔心這到底是不是詐騙電話 以後再接到國稅局打來 說要調查的電話 第一個標準動作 就不要再聽他講話 直接把電話給掛上 我再說一次以後大家接到 自稱為國稅局來的調查電話 絕對不要再回話 直接把電話掛上 這個是標準的動作 而研究太極門案多年的 美國天埔大學肯尼斯教授 他在聽到電話調查這件事的時候 就認為說國稅局其實是再度的 不守正當的法律程序 而發動的這個電話調查 根本就是設下陷阱 對人民不公平的一個舉動 那麼我們來看一段 尼斯教授的評論 我們是一個國稅的法律 不是男人 是重要的 當有法律律是通過 他們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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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而是重要的 如果公司的公務員不承認 那些法律 就有一個美麗 那些受騙的力量 因為另外我們變成國稅局 對民間和女人 不能有法律律 Я says in my opinion that I have not seen a more abusive case of the viol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due process It is not due-process to arrest and confiscate the assets of any person any person and then look for evidence for charges afterwards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issue tax bills based on an indictment when all an indictment is is allegations that you're allowed to defend against. It is not due process that three criminal trials have resulted in verdicts for Tai Chi Minh and yet tax authorities continue to pursue the claims against Tai Chi Minh for taxes.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allege in an indictment that someone raised gobl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would question the sanity of a prosecutor who even made those allegations and a court would throw those out without even being asked to do so.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hav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ich is the agency in charge of deciding whether a school is a cram school determine that Tai Chi Minh is not a cram school and the government tax officials ignore that determination. That is not due proces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I was very alarmed and disturbed when I arrived today to hear that the government tax officials are still at it. For tax authorities to make phone calls to people about donations and gifts they made 20 years ago in 1996. And then to send out a form where the only choices are this is either tuition or part tuition and part gifts and no entry no provision at all on this form for that payment to be entirely a gift. It's a trap.It's a trick.It's unfair and it's harassment. People who engage in this kind of conduct just five days before a new government is sworn in. Now we have a very powerful tax ag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called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And it's a very very powerful organization.And a lot of people don't like it. Why?Because it takes money away from us.But I do not fear the IRS. And the reason is because the IRS has honest opportunities to challenge determinations made by tax officials. Within the IRS there's a process where you can appeal a determination by tax officials up to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entities. And if you still think that they've made an error you can go to court. And the courts will not rule in favor of the IRS just because it's a powerful United States agency. The court will look at the apply the rule of law look at the law look at the facts and reach a conclusion. And that is why I do not fear the IRS. Because no one person in the IRS can do what the tax officials and others prosecutors have done to Tai Chi Minh here. It is not due process for the Taipei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and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to find that the tax bills were improper and send it back to the same people who issued those bill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t is not due process that those same people are doing now what they're doing to try and harass and continue to persecute Tai Chi Minh. 政府部門的權利呢應該受到限制。 那麼法治呢是國家社會的基礎。 必須要行正當的法律程序。 如果說光有舉責法律的大旗, 那麼對於特定的對象呢, 卻施以不公平的調查。 還限定人家時間回答。 而且回答呢還有一個立場偏頗的選項。 這麼誘導的意圖實在是非常的明顯。 看完上面全民公審的議題佔要。 可以發現官員若要不守法呢? 對的法律都可以被操弄。 反之呢? 官員若願意守法不完善的法律也可以好好執行。 端看官員的法學素養如何。 然而靠官員的自發性良心尚且不足。 人需公民關心與監督。 接下来我們一起來看Monica的呼籲。 在台灣呢, 多數的年輕人呢不關心政治。 那對政治人感投票率低, 這不是台灣獨有。 在日本呢也有相同的現象。 日本東北大學經濟學教授田浩, 曾經呢在2013年提出一份研究。 他指出, 年輕人的投票率越低, 政策的結果呢就越偏向照顧老年人。 這對年輕世代來說會是直接的傷害。 吉田教授收集了自1967年以來, 日本參眾院投票的數據。 用年齡才來區分, 他發現如果20到49歲年輕人的投票率低於1%。 那麼平均每人每年的國債以及社會福利相關的支出, 一年呢就會增加135,000日元, 大概台幣3萬多塊。 所以呢年輕人不投票, 放棄的呢不僅僅是改變選舉風氣的機會, 未來的負擔呢也會用看不見的形式, 落在每一個年輕人的肩上。 所以呢我要在這裡呼籲台灣的年輕人, 不要把自己的未來拱手交給台灣的政客們操弄。 情願的選舉即將要到來, 我們呢要參與政治, 更要選賢與能。 感謝今天來賓的分享, 以及感謝觀眾朋友們的線上收看。 法學改革聯盟給台灣的一封信, 點出迫切的三個問題。 第一,不婚不生, 年輕人不敢夢想。 第二, 失業力階級高升, 政府卻年年超增稅收。 第三, 再台高足, 再留子孫。 呼籲國人一起來監督官員, 要正義, 要未來, 不要悲哉。 政府愛財, 取之有道。 真正的民主, 人民不會只在選舉當天是國家主人。 期許共同的關心我們台灣, 營造一個更好的未來。 民主變得堅韌或是衰弱, 在於公民不放棄珍貴的選票。 選出不會有弱點, 敢於監督官員的名單。 選出態度正確, 勇於糾正錯誤體制的首長。 謝謝收看, 神聖一票投給誰第五集。 我們下次再會。